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宗盛 午后暖暖的东南风吹动院子里这一大片羊儿草 李正峰蹲下轻浮 这些都是他的宝贝 比如说感冒 声音沙哑 咳得很厉害 都有它的效果 叶子随风翻腾 也吹动了李正风的心绪 三十年前苗里有人的沈婆 让李正风有机会接触羊耳草 学化工的她 决定要让这客家先祖的草本智慧 加回更多人 这个就是所谓羊耳草 植株的它的叶片成长过程 就从这边嫩芽开始慢慢一直长 我们叶片采了以后 达到一个量以后 那我们就是用米酒浸泡 就像里面这样平平灌灌的 于是能清热解毒的羊耳草 加上曲斜散淤的摩草 以及常用的天然草本香料香茅 再添加具有润肤功效的芙蓉 萃取精华 制作出晶莹剔透的美容造 爱客家的心意也要融合其中 李正风的泰作《慧眼独具》 将客家意向鲜明的纯洁铜花 落映在每一块绿色智慧上 我很多年前 92年开始 我就有想到这个铜花 所以我有请人家帮我们 雕了一个铜花灶 我们这个灶就像 叫做灶中的翡翠 它的那种翠绿 然后它的那种质地 还有它的那种高压 而且最重要是 我们的用心在制作这个 是让客人洗了以后 洗到薄薄的一片 还是那么的晶莹剔透 做太太的张平心 要把先生钻研多年的心血 向外推广 小个头却有大勇气 这位就叫浙江省委书记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是来自于台湾 省委书记跟他身边的那些人讲说 这台湾来的女孩了得 他说胆子很大的意思了 不断创新 也不忘客家使命 意思说你人如果勤劳的话 地都会长出宝贝给你 可是你如果懒的话 地处长了一片杂草 绝对没有宝 因为我们的勤劳 我们夫妻的勤劳 现在地中长得宝 它要让我们 处理更多的好东西 一对客家夫妻 一个花圃里钻研草本 一个汗水中南征北讨 孕育翡翠般的梦想 幻化成我的感动时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